重點來了 我們的浴室 有一點過不去 但你過不去我不想跟你為自己吵架 真的假的 看中你勝過這個是 哈囉 歡迎來到兔人郎的頻道 我是兔兔 又到了我們新家的系列 就這樣一集一節拍 告訴大家這個 新家成立的過程是多麼的艱辛以及困難 我們近期呢收到了一個 東西就是兩張紙 欸嘿 這兩張紙價值連成呢 工程報價單 什麼工程就是我們裝潢的工程嗎 其實是一個就是股價 這個已經開始討論我們新家的裝潢了 但是呢我們兩個有一個默契 就是說我們先就是把我們夢想 我們想要的不管有什麼 只要我想要 把它通通提出來 對 我要知道我完美達成的代價是多少 對 我直接先報告一下我們 目前估出來的總價是什麼 好 我們的總價呢是 109萬4千塊 然後還要再加兼工費然後跟稅這樣子 很顯然這個109萬就是 我們夢想與現實的差距 我們現在想要來縮短這個差距 刪減一些我們的夢想 對 他是按照那個區域來分 然後就是先用 客餐廳 因為我們是開放式的 我希望東西可以檢閱 就是我不只要開放我還要檢閱 這是我們貓貓狗狗有一些休息的地方 但是又不會有太多的障礙物去阻攔他們遊玩休息 或者是 我家見狗會咬東西 所以這是我們在 尤其是客餐廳這種比較大塊區域的對外空間 是我們要 客餐廳就是完全是我們整個家的也是一個主視覺 然後也是我們 目前就是花費最多錢的部分 第二個部分它要分為 主臥室 然後再來是次臥室 再來是一些 拆除的工程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 全市就是會鋪地 然後還有油漆的工程 所以油漆的工程就包含全市的油漆跟 一些 特殊的油漆 特殊油漆幹嘛摸狼這樣子 等一下再跟大家說什麼要摸狼 然後再來就是電路的部分 然後跟那個 鋁門框工程 還有這個 好 現在這是大箱的部分 我們現在就來一一的來講下我們的細節囉 在我們客餐廳我們花的總共是 21萬2000元 就是我們有部分的東西是要拆除的 我們要做我們的儲藏室 拆掉之外我們還要就是 把它弄一些層板這樣子 整個儲藏室我們大概花了 差不多三萬塊 嗯 拆除然後裝 好 再來是 折門軌道 我們的書房跟客廳 要打通 然後我們選折門這樣 客廳很小 大家就是看我們空屋就知道 那都是東西還沒進去的狀況 對 所以我們覺得 要偷一點視覺回來 就是 差一塊 微通透一點 那個就是通透 視覺上是延伸的 就會比較大 光軌道就 1萬1 許一個願望就是1萬塊出去這樣 走道橫拉門軌道 來說一下我們走道的部分做什麼處理 走道其實沒有特別處理 那個是我 電氣櫃的地方 然後我電氣櫃其實有點小巧思 有一部分是有拉門 那個拉門可以完全遮蓋走道 也就是說 今天我想把狗 放在客廳 不想要他打擾我的話 不要讓他到門前那邊 我就可以阻絕他 不要在我的門口那邊吹氣 好聰明的巧思喔 這個部分6000塊 然後再來是我們的那個 電氣櫃出霧 7萬塊 一個上吊的 然後一個 雲類似豆櫃 然後旁邊在一整座紙的這種 頂天立地櫃 這樣子 7萬塊 然後再來是那個 電視牆打底 我們做了一個風格棒 因為其實那個電視櫃那邊 真的會跑很多線 然後因為本人就是很疑話想要搞一個音響 所以就會跑一堆線在那裡 以上這些喔 就大概就是 21萬2000這樣子 它這些都只是大概的估價 所以實際狀況怎麼樣 那就是 不得而知 你有認為有什麼地方是 可以不要做的嗎 我們可以省一些錢下來的嗎 你覺得有嗎 有啊這個落地窗軌道 我們把它刪掉 因為我想說 我們可以做那個 竹簾 就不用軌道 我們就上面就是這樣下來 好我們整個客廳省了 1萬塊 109萬多省1萬塊 現在變成 108萬 好不好 好我們繼續我們繼續 好啦再來進入主臥室的部分 我們主臥室做了什麼 床頭板 你跟大家說為什麼要做床頭板 也是為了走電 因為它要接電 就是你要符合 實際上使用方便 床頭旁邊 手 翻身過去的那個位置 要有個插座 通常大家都會這樣嘛 對不對 還有開關啊 對對對 還有就是你要一個 這樣 你可以關上面的燈 對對對 這是目前大家很多人都會這樣做啦 反正大概2萬塊的估價 然後再來是 我們做了衣� 一座衣� 5萬8啦好不好 然後再來是 浴室拉門軌道 我們的主臥室是 一座衣櫃 5萬8啦好不好 然後再來是 浴室拉門軌道 我們的主臥室是 一開門 就可以遮住浴室的門 不是很方便 不是很美觀啊 不是很想讓這個門有這種 打架的感覺 對我不喜歡這種打架的感覺 所以就是改成花門 對對對 5700塊 改花門好不好 所以我們整個主臥室花了 8萬4千塊左右 好 你要刪減的部分嗎 你就是看你這個門要不要改啊 你為了美觀要改就 其實我一直秉持的一件事情就是 如果你看到這個東西 你每次看每次閒的話 你就把它改掉 你想要說服自己說 我其實可以接受 我不能 你就是不能 一直唸 一直唸 然後我就會爆炸 然後我們就會吵架 對 有沒有 然後再來到次臥室的地方 次臥室他幫我們 估了一個床頭背板 2萬4 刪掉 你刪了是不是 所以我們現在要多刪2萬4 對 所以現在到達了106萬這樣子 拆除工程 報價3萬5 為什麼呢 因為他還要清運 你知道現在清運工程其實很貴 就是你要叫垃圾車過來 還是什麼的 或是他們自己要載走 反正他們 對對對對對 然後要拆一面牆 跟書房現在有的地板 跟那個臥室把它拆掉 訂在牆上的層板這些都要拆掉 3萬5 省不省 不省 好 省前失敗 好 全市的木地板 我們拼了那個超耐磨地板 總共花了 14萬8千塊 估計 全屋啦 全屋 再來是油漆工程 欸油漆工程很貴 總價是 就快要30萬了欸 我們的特殊塗料 塗了電視牆 跟臥室 還有這個書房都塗了一個特殊的塗料 這部分就花了17萬多 你看這個就是一般的油漆 大家有看到嗎 一般油漆就是書面的 特殊塗料就是上面有花紋的 對對對 我要有那種刷感的你知道嗎 對刷感手刷感 但它又不是什麼那種很奇怪的 壁布 壁貼壁紙啊 全部那都不是 它就是手刷的感覺 它就是油漆 它就像是畫畫一樣在牆上畫畫很美 而且我那其實是刮的感覺 它不是爽 隨便 反正像畫畫一樣 就是弄得很漂亮 這是一個藝術品 臥室不要了 我們不要這麼嘻滑 我們不要 我們如果是睡覺就好 我們睡覺就好 就是閉上眼睛也感受不到嘛 書房我也不要 我覺得這樣應該可以開米板 保留 全關一進來左邊那個客廳這樣的感覺就好了 省7萬 99萬就這樣省出來了耶 來來來繼續喔 全是天花板 那時候估是估說 如果你天花板要改色 或是你想要就是改燈 換燈的時候會有一些洞或是什麼 它把它補 如果你沒有要刷它全部 那我們就是補部分 有一些是因為屋齡比較大 那個油漆氧化之後 它的色差會比較大 但是因為我們屋齡還算輕 我覺得落差不大情況下 我其實後來有調整說 就是改成用補漆的方式 就不要刷全部了 97萬5 好太好了太好了 我們又省了 然後再來是 壁面粉刷 它現在爆6萬6 就全市的牆壁全部充漆這樣子 6萬6 你就有需要嗎 我們 我其實覺得可以省一部分 因為像我覺得 吃過沒有什麼問題 就剪掉一把 就要4萬了 你看錢就這樣省出來的 94萬5 冷氣包兩個間 我覺得這樣省不了 反正這個也 不是太貴就算了 來喔再來 門片改色 2萬塊 3片門 我過得去啊 我過不去 你花洞給我跳啊 你才花洞給我跳 事情發展到這一張結束 我覺得下一張基本上改不了啦 下一張就是跟大家報告而已啦 好不好 剩下部分 就是水電啦 然後跟一些旅門框 電的部分 它是報價是大概10萬塊 但我其實覺得這部分會加上去的原因是因為 那天還跟設計師說 喔這邊要加燈 那邊要加燈 啊這邊加個閉燈 對就要走電 走電就要開孔 開孔就是一個孔 至少兩三天跑掉 基本盤 好啦反正就是10萬塊 但我覺得有可能 會再增加 會再增加一點點 但是旅門框的部分 沒辦法 這就是我們書房跟客廳的折門 這部分的話是8萬塊這樣子 重點來了我們的浴室有一點過不去 但你過不去我不想跟你為真心吵架 真的假的 看中你勝過這個是 來喔我跟大家說浴室我們改了什麼 這個房子才兩三年而已 所以它的那個防水其實都還是非常好的狀況 那設計師就建議我們說 你想改浴室我不要吧 因為防水要重做什麼的 對這樣會非常複雜 然後你要打又要什麼 就是這工程我聽到這裡我馬上瞬間應變 那有沒有不打的方式直接蓋上去 然後他就說有 他說現在就是有個清水膜工程 你就是把那個磁磚全部磨平 鋪清水膜上去 刷一層上去就蓋住了 對就是兩間浴室就全部就是被清水膜給刷滿這樣子 一間大概是 我們想要多增加一些收納的部分 想要在鏡子後面做個緊軌 那這樣的話 這些小配件 浴室的小配件是 總共是大概 好啦那就是這樣子 目前是大概94萬 然後還是加一些兼工費跟那個稅上去 當然我這邊還是會在 適時的做一些調整 你知道反正想法會變 對啊 順便把這一集當作一個就是 before 到時候看我們最後真的做完 之後實際的狀況是怎麼樣 這就是一個定期Routine跟大家報告 也希望就是 有要做裝潢的朋友們 也可以就是做個參考 然後看看我們設計的方法你們是不是也會用到呢 我真的覺得我們設計師很不錯 針對你如果想要什麼他會告訴你說 美觀但是不實用啊 或是什麼 我覺得他都會給專業建議 這才是最重要 我們兩個分歧最大的是光 他喜歡很暗的光或是有聚焦的光 我就是喜歡那種發散亮明亮的光 對 然後就非常沒有氛圍 太暗太亮我都不舒服 甚至皮膚炒起來 這整件事情我覺得設計師很專業 對他後來提出一個建議這樣子 只是最後我們就很幸運的也發現說 其實我們有天花板了 所以設計師就 送禮口氣 設計師很難當他們除了要有專業知識之外 還要就是處理 客戶的分歧 對 因為通常是兩個人跟他溝通 不會只有一個人 那就是這樣 以上跟大家報告跟介紹 有什麼新的分享 或者什麼的話都可以參考 然後建議 好不好 喜歡的話就按讚訂閱加分享 想說拜拜